Pranalogies 我是阿玉废陀医师July 在今天影片中 我想跟大家阐明一个阿玉废陀的迷思 那就是 什么 阿玉废陀居然是医学 阿玉废陀不是瑜伽的一部分吗 阿玉废陀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吃 怎么进行生活起居而已吗 错 在印度 阿玉废陀是医学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的话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将 阿玉废陀瑜伽以及古印度哲学 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养生频道 喜欢这个主题的你 不要忘了按下订阅钮 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更新咯 好 回到今天的主题 没错 阿玉废陀是医学 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当中 阿玉废陀从所谓的神学神明的系统 导入了人类学习的系统 进而慢慢慢慢的传承 透过家医 不是所谓的家庭医师哦 透过所谓的家学的渊源 透过各个不同的医学院的学术 体系的渊源流传了下来 虽然很可惜的是 在英国政府殖民印度期间 阿玉废陀被摧毁了 不管是阿玉废陀的医院 诊所 阿玉废陀的医学院 学校 全部都被摧毁殆尽 有幸的是印度南部的 克拉拉帮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阿玉废陀得以在这个区块保留下来 有幸的是有许多阿玉废陀家学的医师们 家学渊源的医师们 他们透过自身的努力将阿玉废陀保存了下来 所以在印度独立之后 印度政府渐渐的体会到 这个古哲学 古智慧的美好 所以开始 又开始进行推广 所以目前在印度 一般人如果生病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进医院 去选择疗程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走西医的体系 你也可以选择走阿玉废陀的体系 就像我之前所提过的 阿玉废陀的八部的分科 跟西医的八部分科 非常的类似 有所谓的一般医学内科 手术外科 心理精神健康的身心科 耳鼻喉科 头部以上的耳鼻喉科 还有所谓的毒物科 回春科 小儿科 还有所谓的我们的复健科 总共有八科 那么一般人在印度 如果想要学习阿玉废陀的话 他有两条不同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所谓我刚提过的家学渊源 如果你要走家学的路径的话 那必须有个前提就是 你家要有阿玉废陀医师 OK 大部分家学渊源的阿玉废陀医师 他们是跟家中的长辈学习 那么每一个家学渊源的医师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独门秘技 那这个独门秘技是传男不传女 OK 不外传的 那么如果说 你今天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渊源的话 在印度你还可以选择的是通过国家考试 进入阿玉废陀的医学院就读 阿玉废陀的医学院大约是四年半到六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半到六年的时间当中 第一年你要学习的是西医的基础 你要学习的是解剖学物理学的基础 到第二年你会开始学习阿玉废陀的 相关的物理心理学的基础 从第三年开始才是学习各个不同失衡 如何透过食物 如何透过草药 如何透过各种不同的体疗来进行平衡 到了最后一两年 你的学业当中最后两年 你会进入医院去实习 看看阿玉废陀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 阿玉废陀一般的内外科的诊治是如何进行的 OK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 OK我不住在印度 你还可以选择的道路是 参加欧美各国的阿玉废陀学院所提供的课程 目前在欧美各国所提供的学院课程 通常是一年至一千个钟头 或者是四年半至四千个钟头的课程 四年半的课程是所谓的阿玉废陀医师的课程 在这四年半当中跟如果在印度所学习的阿玉废陀医师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印度的阿玉废陀医师课程是包含了手术 那么因为阿玉废陀在印度以外的国家 并没有被并不被视为是正统的医学 所以在印度以外的国家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手术或者所谓 轻入室的疗法 也因此你在印度以外的阿玉废陀学院所学习的阿玉废陀医师课程 他是没有手术这一块的 也因此他的学程只需要四年半 OK 那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今天人在美国 有打算要从事阿玉废陀的服务的话 美国根据美国的NAMA 美国的国立的阿玉废陀医学协会的规定 总共有三条路径你可以选择 第一条路径也是初阶的 我们叫做阿玉废陀的资商师 阿玉废陀资商师是六百个小时的课程 当你完成了这六百个小时的课程 你能够提供的是 告诉你的客户怎么吃 怎么调整他的生活作息 怎么样调整他的瑜伽练习 让他能够透过日常的养生 来达到失衡的预防 第二阶段的头衔叫做阿玉废陀 Practitioner 翻成中文的话 我们可以说他是阿玉废陀的诊疗师 阿玉废陀的诊疗师 他是在六百小时之外 再加九百个小时 所以总共是一千五百个小时 大约是两年的课程 那这个两年课程结束之后 你能够提供的服务是 如何透过食物 如何透过瑜伽 生活作息 以及体疗 还有草药 来达到失衡的预防 预防这个失衡再加生 再加剧 那么第三个阶段的头衔 是阿玉废陀的医师 阿玉废陀的医师我刚提过 四千个小时的课程 他是在第一阶段的资伤师 第二阶段的治疗师 之后外加两年半课程 在美国的学程当中 从治疗师开始 从诊疗师开始 一直到阿玉废陀的医师 你都需要有诊监的实习 那这个诊监的实习 依据各个学校的规定不同 像我所就读的学校 会需要我们去印度的医院实习 那么有些学校 他们认为你在美国的诊所实习 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去看看 每个学校不同的 他们不同的规定 除此之外 在欧洲各个国家 我知道的是在德国 在英国 英国 德国 以及西班牙 希腊 意大利 法国 还有荷兰 有相关的阿玉废陀学院 这些阿玉废陀学院 提供的是三年的一千小时课程 那这一千个小时课程 毕业之后 你所获得的头衔 是所谓的阿玉废陀治疗师 阿玉废陀的医师 而一个阿玉废陀的治疗师 能够提供的服务 是所谓的提供你的客户 怎么吃 怎么样调整他的瑜伽 练习 怎么样调整他的生活起居 以及进行 给予所谓的阿玉废陀的体疗 OK 所以你会发现在印度以外的国家 美国 美加地区 以及在欧洲各国 对于阿玉废陀专业人员的要求 以及训练是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当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思考 我所在的地区对于阿玉废陀的认证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再去做选择 在目前台湾或是在大部分的华人国家 我知道的是 中国跟香港还有台湾 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定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目前比较完善 有所谓的阿玉废陀医学协会 然后也有因为在当地比较多阿玉废陀印度籍的阿玉废陀医师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针对你目前所在国家的规定 来规划你自己的路线 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要了解阿玉废陀 知道如何将阿玉废陀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你可以观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于阿玉废陀的课程感兴趣的话 尤其是华语课程感兴趣的话 我从两年前开始就在网路上提供相关课程 你也可以通过我的官网去找到相关的资讯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主要是跟大家介绍阿玉废陀在目前世界各国的状况 以及你如何能够规划你自己阿玉废陀未来的路线 如果你想要从事相关专业的话 我希望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欢迎跟我联络 我目前除了是我自己开设的 除了我自己开设的华语教学之外 我还是美国的Kelala Ayurveda Academy 在欧洲学部的导师 所以在欧洲的学生 如果他们想要学习阿玉废陀 有相关问题的话 都会与我联络 所以如果在华人世界的你 有相关疑问的话 也欢迎跟我联络 我可以帮你就你目前所在地区 提供相关的一个资讯 好 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希望影片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的话 也欢迎你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们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